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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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介绍委会的来宾 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台湾社的社长 张叶生社长 另外是我们台湾官大中国社会的理事长 梁显宏 梁理事长 再过去我们台湾北社的秘书长 潘威佑 再来是我们台湾教室联盟的理事长 萧小林老师 台湾客社的副社长 徐波昌先生 副社长 那我们知道这近一两个月 柯文哲的选情急转直向 他握有台北市政府的志愿 支配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所以要在教室的为他的造势 找台北市公务人员 帮他出来造势跟拉票 我想这个很明显的已经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的行政重力 那最近更进一步的 让我们再更失望 既然在这之前 开一个所谓的一届挺叹的一个记者会 中间有很多是现职的台北市所属的医院的主任院长等等 我想最明显的 已经违反了 那你自己在竞选之前特别强到 依法行政绝对不能违反 但是你已经带头违反了 正是整个台北市民 台湾人民不能容忍接受 他四年前选上之后 怎么告诉我们 他说说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 也成立什么各种委员会 包括林郑委员会 到最后呢 都不了了之 所有政策一再跳掉 他只能说 就依法行政 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完全不说明 不讲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这些朋友 来检举 来揭发 真正科拉奥的真面目 首先我们请 台湾官网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 我们的杨谢永安理事长 请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先进 科文哲的违法 不是从现在开始而已 他是在台大的时候 就已经一直在违法 那这一次朱素勋站出来 也刚好让我们长期来知道说 朱素勋其实是长期在 cover 掩护 科文哲违法的事情 那我们对这个朱素勋教授 觉得很遗憾 如果去看科文哲的博士论文 那个根本就不可以拿来当升等的博士论文 中间有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造假的杀人 就是用用这种加工的方法去制使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其实朱素勋其实当时候在审论文的时候 就是最该去指出这是不可以的 违反医师道德良知的 他都没有做 而掩护他去拿博士 现在又要掩护他出来去继续去选台北市长 这其实是非常不道德 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清楚的 警告朱素勋医师 你的行为其实也是一样 跟科文哲一样 你们变成是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 我们现在已经把你们告进去地检署了 未来我们也会建议检察官应该要传朱素勋 我们在这里是警告朱素勋先生 你准备去法院 你要准备去法院 科文哲当时候曾经承认过 他在他的白色力量书245页 他说很清楚 他说他在台大地院的时候 加工病房的时候 他都是所谓的 他说的科技 就是养他的叶克膜 科技总是走在法律前面 然后呢 如果法律要追究的话 他下半辈子应该都被关在监牢里头 这个书245页这么写 其实我们认为他应该要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看科文哲带头维法 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这些带头维法 他其实已经是惯犯 他已经是惯犯 他是违法的惯犯 他在书里头讲说法律 科技走在法律前面 其实不是 那是他自己美化自己的行为 是他所做的所有的这种违反医学伦理道德的事情 都在践踏法律 他是踩着法律前面过去的 那这个是令人非常滑指的一个事情 那这样的人 台北市民应该用选票把他淘汰 用选票把他淘汰 那今天他再一次的带领一些医师 我觉得这些医师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因为他们都是联合医人的医师 在科文哲的霸凌底下 他们不再出来 我觉得可能会对他们来说很为难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说 你既然违法了 你要面对行政中立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这些医师 你们自己站出来讲话 你以为你在面对行政中立的这个指控 违法的指控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法律也会让你有说话的机会 请你说出 你们受到压力 你们受到霸凌 因为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从联合医院里头 已经有医师告诉我们 他们压力很大 他们压力很大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一并要 要来表达 所以那天站出来 333个医师 只有33个 如果今天科文哲 你做得对的话 医界330个 3,300个都会站出来抵护的 只有33个 而且这33个都 我认为多数都不是自愿 都不是自愿 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旁证 我们跟联合医院之间的医师 也都有联络的 很多人都觉得在科文哲的 科症之下 科症猛于虎 他们也都很害怕 那一般人害怕这种权威 我们可以同情 不过这个同情也不能到最后 他违法的我们也不指出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所为就是 有职有量有多文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可是我们最重要是 要证告这些医师 你的行业是需要用伦理做基础的 所以请你要证职 对这种霸凌 这种压力 这种无理的要求 要求 等于要求你违法事情 你应该要拒绝的 你应该拒绝 谢谢 好 谢谢我们杨理事长 他讲得很清楚 柯文哲这个理犯 不是一次的 经常这样子 那把责任都推给其他 像台大 像其他的部署 我想这个当一个行政首长 是我们没办法容忍的 他用他的行政的 这个霸凌 一般的公务人员 其实真正该负责任的 就是柯文哲 另外当然我们期待 台北市政府的正通事 跟人事组 应该去特别 全局这些所有的违法的公务人员 违反竞争中立 好 接下来我们先请 我们台湾社的社长 张悦生社长来讲话 谢谢大家 泰卡授 四年前 我们大家推举柯文哲 因为他一向标准的 要改变台湾 要从台北开始 从文化来改变台湾 而且拿出奖卫生这个深处牌 来当口号 但是他的原型 他的骄傲自大的人格特质 就一一一的出现 我们看他就像阿米巴猿虫一样 变来变去 像变色龙一样这样子 那遇到人家质疑他的时候 他就逆法成政 甚至于对法律规定的不好 要修法这样子 那到后来 我们知道他 他也是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 没有人权观念的这个 他不但违法器官医师 还间接帮助 这个中国的器官买卖 器官强灾活灾器官的 这种违法的行为 这个违法的行为 在国际上已经 已经有好几个工天位 让人尽人皆知 那他这样子 但是他的施政能力 他是从早上开始 嗡嗡嗡开始 就是都是他个人的秀场 变成一个综艺咖 因此他没有什么政绩 他的领导能力也是非常的低落 所以他重叛清零 主管分分立志 到现在要再竞选年程的时候 他发觉他的团队已经不行了 在明显的在前几天的 他要组各家后援会 组不成 临时拉女性后援会的人 来充当数量 发了女性后援会的顾问 故事说当场被这些人甩掉 而且出席的人非常少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离他熬去的时候 他很紧张 所以他就在21号的时候 星期三 临时就组成一届后援会 拉着他的老师 楚思群教授 还有原来医院的黄石鸿院长 中兴医院的陈一龙医师医务长 柯明宗主任 原来医院的丁金聪主任 这些高级公司人员 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医院是属于公立的医院 公立医院应该公务员的行政中立 要受到这个规范 柯文哲虽然请教参选 但是他对这些联合医院 他仍然是有长官直属的关系 所以根据 以行政中立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长官不得要求公务人员从事 本法禁止行为 但是柯文哲他强行组成这个 以医院的后援会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要来举发 要来控告他 他没有依法行政中立 他只是挂在口中 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说 他能够一本初衷 既然他说要把医疗的精神 他从早上有找陈慧 还有各案讨论 还有各会诚这种精神 带到市政府去 来推动市政府的进展 但是他都没有 他一直都是个人的表现 而且这种让我们的市政荒惠 他这三四年来都没有政绩 他最近出来草叶的时候 一直被呛 让他所标榜的光荣城市 变成可耻的城市 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 除了检举 除了我们还要去到检察院去检举 我们希望说明天的选举 大家能够选出最有行政能力 最宏观规划的三号雅温市 这样子才能够让台北 再赶快迎头赶上国际的城市 让台北市能够成为 国家真正的首都 真正的国际的光荣城市 谢谢 好 谢谢我们赵市长 是不是我们现在欣赴口 好 谢谢 3 克莱 再怎么结合 也不能败国为法 克莱的再怎么结合 也不能败国为法 克莱的再怎么结合 也不能败国为法 克莱的再怎么结合 那个杨底市长先离开 好 我们继续了 刚刚我们赵市长也特别强调 我们会后 会带着检举函到监察院去 期待监察院很明快的来做一个调查 这个已经蛮明确的 违反公务人员行政法 这样去我们是不是请 我们台湾教授里面理事长 来 谢老师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这边是我们的检举函 我们已经签好名了 就是到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记者会完之后呢 我们会请人去递界 那这个检举函就是说 这个后面呢 有这四个四位的医生 就是上一次他在二十一号的 二十一号的这个医界联盟的 帮他的这个造势的后院会 里面呢 我们标示出了这四个人的 他们的他们这些人的 具有公务人员身份的 因为是公益的联合中心联合医院的医生的身份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明的这一个 开文哲他违反了行政中立法 那他的违法其实蛮可靠 比如说像以前的话 他就讲说什么 他对台湾市议会 因为市议会都会监督啊 最好不要有市议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就可见得他的想法都是威权心态 那可是他现在因为选情告急了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非常非常的紧张 于是就要挟他的下属来做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呢 也就是因为有人看不下去了 跑来跟我们讲说 这样子他们他逼着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我希望这四位的联合医院的医生呢 可以就是可以事实的说明 为什么他们会参加这个意见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具有公务人员身份 你们做这件事情是违反行政中立吗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去跟 监察院检举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我们夏老师 来接下去我们前面台湾客社的副社长 于国昌 四年前 柯文哲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爆出了叶克勘事件 灾活体器官来移植到别人的身上 四年后又被爆出来说 他的博士论文也有问题 那他的博士论文跟叶克勘两个合起来的 保持同工同取 都涉嫌有加工杀人或是加工自杀的刑事的责任 那我们希望教育部跟卫福部还有检调单位要深入调查 并且把他的调查的结果告诉全体的人民 另外就是说在四年前 柯文哲所涉及的419案 那么419案到最后是不起诉 他不起诉的主要理由是说他不是公务人员 那么这个案子监察院现在也在启动调查 我们也希望监察院能够把这个案子也调查清楚 那四年前在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说他是墨率 在进行在开晚会的时候 他说他要推倒蓝绿高墙 但是当时我们就心知说 你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要把某个地方把它惹红了磨红了 但是台湾的坚强 绿色台湾民主意 台湾意识的坚强 不是说一个人你就可以动摇的 另外就是说四年的施政期间 真的是乏善可乘 五大B案变成五大案 变成五大案变成五案 然后变成小案 然后现在是不了了之 那个这个施政的时候 要谁来把它翻转呢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 明天能够支持 具有智慧 具有能力 具有决心 能够保护台湾 保护台湾国家首都的 姚文智 让他能够顺利的当权 来翻转台湾市 谢谢各位 美女朋友大家好 那经过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就是 我们记者会所公布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柯文哲市长 他的嫡系的人马 那这些人明知道行政中立的一个关系 他们就认为说 就柯文的工 反正柯市长会连任 他们就没有事情 可是依照我们在选举这部分来看 我们觉得说不管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不管是人民 或是我们选出来的政务官 他都不能违越国家的法条 所以我们也是 希望说这行政中立的部分 希望让这件的选举事件 我们发生之后 我们呢 希望能够给新任的市长 不期待 不期待重心在新任市长的任内发生 所以我们支持三号姚文智 我们希望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台北 更好的未来 谢谢 各位谢谢我们年轻的朋友 我想这位我们要特别强调 明天的选举 是一场这个很重要 正欲对抗邪恶 另外是真跟假的一个战争 所以我们也期待台湾人民 勇敢的走出到投票所来 投一下神圣的一票 捍卫台湾民主 捍卫首都 我想从刚刚各位所发言 很明确的来说明 柯文哲这个人 是不能被限制 他带头违法 班班可考 所以我们等一下 会后会去监察院来捡取 期待监察院做一个很明确的调查 那我们也期待台北市政府本身 处理公务人员 行政中立的政公司跟人质处 应该要依法行政 把这些违法 违世的 主动来送到检调单位的调查 之后我们继续追踪 特别市政府跟整个地方 希望更有一些最后的一个结论 今天我们学会 我们记者朋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 谢谢我们今天理会的这些朋友 再度谢谢大家 谢谢